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歐喵 我是講故事的Bang 每次跟家人一起開車 長途旅行永遠會碰到一個很頭痛的問題 聽什麼歌 太新潮的爸媽聽不懂 太復古的我們又沒辦法盡情跟著唱 但有這麼一個樂團能夠快樂相差 三十幾年的世代 成為雙贏的選擇 他們是YYDS Bon Jovi 在影片開始之前宣傳一下 最近我開始會在IG上 有一些故事來分享音樂 所以歡迎各位現在可以點擊支持軟 或字頂留言連結匿名投稿 最近的煩惱或有趣的經歷 我會用這些內容來去搭配首歌來發文 當然分享音樂也是可以的 那就期望看到大家的故事囉 我們就再次回到主題上吧 這個在1983年紐澤系成立的搖滾樂團 由主唱John Bon Jovi號召組成 其他初始團員包括了 吉他手Rich Sembra 鋼琴手David Bryan 貝斯手Alex John Saatch 以及鼓手Tico Torres 雖然在過去將近40年 經歷成員的來來去去 不變的是他們能在搖滾樂 與流行樂之間 自由遊走的自我風格與魅力 在樂團成立之際 他們沒有一個正式的團名 直到被水晶唱片挖掘簽約 經紀公司提議以主唱John Bon Jovi的名字 縮顯成Bon Jovi作為團名 因為當時像是Van Halen 這種兩個單字組成的團名很流行 在討論的過程中也有人建議使用Johnny Electric 作為團名 但最後還是以Bon Jovi定案 好險當時最後以商業考量來結案 不然取作為電子搶尼 真的很不霸氣 總之你可以從團名看出主唱John的重要地位 他更是樂團的精神人物 所以一切故事的源頭都要從他說起 John從小被Juzy Shure的音樂類型啟發 這種音樂被歸類是在劈頭式之前的搖滾樂 融合了一點節奏藍調與杜阿調 從小對音樂的著迷拉 從13歲開始跟著第一個樂團演奏鋼琴及吉他 16歲時認識他往後的好戰友David Bryan 他們共同組的樂團Atlantic City Expressway 在經歷幾個自主樂團之後 20歲的John在堂哥的錄音室 坐著一週50美的攻讀 也是在那個時候他入視了自己第一首單曲 Runway 最後更被電台收錄至電台合集 並在紐約的電台中被大肆點播 說到John青少年時就認識的好友David Bryan 成為了進一步求學藥物相關主秀 而退出與John共同成立的樂團 但在上了大學後 他很快意識到自己對音樂的熱愛是不可抹滅的 因此很快就離開校園 開始全心全意的做音樂 他不只是邦 Jovi的鋼琴手 更是John有成立新樂團的構想時第一個人選 1983年當John打給David時 他很快聯絡前Phantom's Opera樂團成員 Bass手Electron Sarch 和鼓手Tico Torres 樂團的必要成員幾乎是到齊 而就差一個吉他手 John計劃邀請朋友Dev Sable 來擔任這個撩機的位置 畢竟他曾經支援過Run Away的剪出 況且他們也曾經答應過對方 只要有人先成功成立樂團 另一方就一定無條件幫忙 可惜有一個小團還是會遇上暴風雨 Dev偷也不回的加入吉他樂團 這個空出來的位置 便交給了Elect與Tico推薦的吉他手 Richard Sambora 終於我們認知的第一版Ban Jovi正式起航 Ban Jovi在成立隔年發行的首張同名專輯 Ban Jovi收入了由John製作的第一首單曲 Run Away 他們很快就受到聽眾的注意 Run Away在發行後登上了告示牌前40名的好成績 之所以能這樣大受歡迎 是因為他們將80年代的重金屬搖滾元素 融合劍流行曲風 使他們收服了更廣的音樂受眾 第一張專輯順利的排上了告示牌榜單 也因此接下了為蝎子樂團 Kiss和唱團等的開場表演 Ban Jovi很快的進入到第二張專輯的錄製 雖然銷售的數量不盡理想了啦 但還是得到了美國唱片協會的金色唱片認證 也足夠讓他們開啟巡迴表演 讓更多人捲入他們華麗與硬式搖滾融合的作品中 在前兩張表現可圈可點的專輯後 Ban Jovi決定改變他們團隊的運作模式 顯然專業作曲人與樂團合作 並全體扳倒了溫哥華 Face的半年錄製了全新專輯 字面上雖然是小新帝華 但靈感卻是來自於溫哥華的拖衣俱樂部 這張10大大的專輯在一發行後 便穩穩的座上告示牌200大專輯冠軍寶座上 連續8週都沒有要讓位的意思 其中收錄的包括 You give love a bad man Living on the prayer 都是經典 這張作品更讓Ban Jovi在一年內 從大排樂團開場的嘉賓 搖身一遍成為真正的搖滾巨星 為了證明成功不是偶然與巧合 Ban Jovi很快在兩年後發行了第四張專輯 並他們的發跡地 New Jersey 作為專輯名稱 他們也實現了想要證明自己的決心 專輯在發行後霸佔了 告示牌10大熱門單曲一半的名單 打破了紀錄成為第一張 收入最多10大熱門單曲作品的專輯 更是第一張在當時蘇聯合法發行的 美國專輯 Ban Jovi成為第一支被蘇聯政府 正式批准在蘇聯演出的樂團 這就是以音樂無遠伏界的力量吧 完成了兩張較具商業化的華麗作品後 成員們在16個月的高密集演出後身心俱疲 對於樂團沒有未來計畫 短期之內不想要再製作專輯的情況下 他們決定各自回家 兩年的休團期間 成員們之間幾乎沒有見面 各自裝著在自己的個人事業上 對現況感到失望的John決定 先發自人 把官人、顧問、經紀公司 全部請回家吃自己 自己則接下管理的責任 重新將成員們集結在一起 成立了Ban Jovi娛樂 從此打開了樂團的新篇章 1992年Ban Jovi發行了第五張專輯 Keep the Faith 提醒自己保持信念 也展現了全新的音樂與形象 有別於以往沉重的鼓聲與狂野的吉他 他們以更成熟的音樂風格 呈現更有深度的音樂與歌詞 復活後的Ban Jovi在John的帶領下 重回榮耀 他們的第六張專輯 This Day Stag 歐洲大受歡迎 每回為宣傳專輯的巡迴場次 多到讓人腿軟 200多萬的歌迷 等著他們在全球充當空中飛人 在樂團規劃與管理上 John將他工作狂的精英發揮得淋漓盡致 負責且稱之 然而高強度的工作 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的 在第五與第六張作品之間 首位成員配置手Alex決定離開 也有曾在當曲Runaway中 擔任被取手的Human Donald取代 樂團跟在This Day之後 決定再次修團兩年 但與上次無同蒼蠅的經驗不同的是 這次是全體成員共同決定的 不是對未來欠缺規劃的大問號 而是決定會有下一頁的三簡號 修團將近四年 成員們更是在自己的事業上有所產出 直到2000年他們在一次團聚發行的 第七張專輯Crush 其中最知名的單曲 It's My Life 被視為是樂團十年來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它更是Bang Jovi能長壽的象徵 不但透過這次作品 辱獲了新一代年輕的粉絲 更因為他們在主流搖滾界的 許多不同變化中 取得令人敬佩的成功 就在他們這次難得 短時間就做好製作新作品的準備時 就一一讓所有人措手不及 連帶影響他們的銷量成績 成為Bang Jovi有史以來 第一張賣少於600萬張的作品 在世界為了傷痛沉澱時 Bang Jovi並沒有停下腳步 他們重新編曲入了一張合集作品 之後的第九張專輯 令人驚喜的跨風格 與鄉村歌手 Jennifer Natos合作推出的 Who Says You Can Go Home的合唱版本 這樣的風格融合大受歡迎登上了 高市牌鄉村音樂熱門排行榜的冠軍 更讓他們成為第一組 登上鄉村音樂榜單的搖滾樂團 這樣的風格融合進而影響 他們的第四張專輯Lost Highway 而在美國 鄉村音樂是美國城市 納什維爾很重要的音樂曲風 因此John自己也將Lost Highway 形容為被納什維爾影響的作品 2009年Bon Jovi重回經典搖滾 下兩張作品The Circle What about now 不意外的大受歡迎 加上先賢人不斷累積不同世代的歌迷 他們在每張專輯後的宣傳巡迴上名利雙收 更成為富比式音樂人榜上第二賺錢的樂團 約一年賺進了1.25億的驚人收入 是不是覺得他們的成功故事太順利 沒有騎車轉合一點都不好聽呢? 來豎其爾多 就在他們極佳30週年的創團近年前 假手Richie在巡迴途中 以不明不白的個人原因無預警的退出樂團 小道消息開始流傳 還是被樂團開除的傳言 因為當時的他正因為 藥物濫誘而重創自己的形象 這個說法後來被本人及樂團雙雙否認 然而還是沒人知道Richie離開的真正原因 就連Bon Jovi內部的團員也沒人知道 有人猜測樂團內產生的分歧 點出John走私獨自一個人負責所有歌唱與創作 加上團品根本就是John本人的化名 在樂團成立初期 讓不少人都以為這是一個單杯歌手 在某次的訪談中 Richie也提到這真的讓他很不失之味 然而樂團成功讓他無法在其中插嘴 甚至開玩笑的說 對我負責的部分就是 閉上我的嘴就行了 雖然在退團十年後 他公開分享當初離開的原因 希望有更多時間陪伴自己當時還小的寶貝女兒 同時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 個人狀況需要處理 否則與樂團間有任何的嫌隙 但在退團之後 與團員沒有一點聯絡 加上對於重回Bon Jovi 性智缺缺 這部紐澤西沒有結衣的兄弟情故事 就算已有對外的公開聲明 總還是有一種讓人物理看花的感覺 在Richie離開後 Bon Jovi失去了出色製作 持取創作和吉他才華 有樂屏認為 在那之後的Bon Jovi 專輯一張比一張陰塵 非黑即白 加上911事件後的衝擊 他們華麗的風格漸漸減少 絕對這是一種成長看透的淡淡悲傷 作品內容都是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 在第13 14章專輯後 Bon Jovi在2016年 將Alex及Richie的空位 交給了Hugh McDonald及Phil X 成為正式成員 而新一檔的Bon Jovi 就這樣重生了 2018年 他們成功以110萬票 登入了搖滾名人堂 並邀請前一代成員共襄勝局 這也是他們最後一次成員合體 很遺憾的 在今年6月的前輩手 Alex心臟病發過世 享受40歲 你說一個搖滾運動團 對世界的影響能有多大 他們不僅僅是不同世代共鳴 更是人們的信仰力量 在烏克蘭奧德塞 人們為了對抗俄羅斯的攻擊 備戰者 一旁的一個男孩 撥著 It's my life 打著鼓 悲傷的人們臉上也許疲憊 但他們不是自怨自憶 而是勇敢的接受 面對恐懼 這種力量真的讓我非常感動 今年Bon Jovi終於發行 早在2020年就釋出消息要退出 卻因為疫情遲遲推延的新作品 我習慣邊聽歌手的作品 邊準備影片的資料 在我聽完2020 轉頭回去聽Bon Jovi 使我完全能體會月品所說的 當年那群音色豐富 充滿活力 握緊拳頭 狂野歌唱的Bon Jovi 一不復存在 40年的時間他們都有所成長 不管是他們的兒女或歌迷 他們都成為更年長 更有智慧的老爸們 用音樂帶領我們進入到這個世界 用他們視角所看到的世界 打造這張符合2020年的專輯 好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的話也別忘記按讚 分享 接下來也可以每個月45塊 加入我會員或超級感謝之我 就這樣下部影片見 Bye By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